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移民署专请队在8月份接到长庚医院以及大法首的通知 了解以后是因为有一名陶医外劳发生抽破 经过医院里面的治疗以后 外劳还是分泌不血 经过本队跟光斗市的注射精心长老的协助之下 目的款项协助他的医疗费用 那么医疗费用以后 外劳的妈妈也赶来台湾照顾他儿子 到目前为止已经清醒了 可以回国 那我们本着慈悲为怀的心态照顾他 他也很高兴地感谢我们台湾的爱心 台湾人民同胞的爱心以及协助 那么他也可以顺利地促进 他非常的感激我们台湾的政府